我们目的一起共同的 我们要来彰显基督 活出基督 让人能够看到基督 换个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人家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不再让人看到我们这人有什么优秀 有什么优秀 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是 要是我们这些所说所为 让人家看到我们会如何如何 那么我们都没有达到 叫做应该要达到 我们要让人拉到这里 你会看到主耶稣在这里 看到上帝在这里 看到基督的爱在这里 这是教会 必须要在头的掌握之下 领导之下 出道之下达到的领域 第二方面 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 刚刚我们念的圣经里面 也提到 神在教会里面设有十分 在佛所主席四章里面 有这么一节目下面 他说 他所斥的 有使徒 有先知 传福音的 有陆使徒教师 然后在林田高 我念的圣经里面 也有这么一段 林田第十二章的 第二十八节 这个是什么说 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实是行命人的 等等等等 好多都列出来的 换句话说在整个家里面 神设立这些职分 使徒 先知 这个是 很重要的 根基的职分 今天 按照圣经这里来说 今天 你不需要使徒 今天也不再需要先知了 因为都已经有 已经设立了 叫我们根基的基础 而且使徒当作使徒之职 есто子 vak 就设立的 是金所 所预演 他的能俗 跟早期的使徒 今天 若有人说他的使徒 我的个人来讲 他是来讲 他这样的解释 是不合圣经 因为神已经有了使徒 今天有的时候 他就先知 对不起 wurde这个 这个是不合圣经 因为先知 已经 已经受益了 使徒当作 根基上 已经ología 所以今天 我们不需要再有使徒 所以不要再有些事情 因为神的话 神的真理 神的启示 灵界神的话 已经都会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今天所需要的 这往后的就是这方面 有教师 有牧师 有教师 有九传飞的 还有各样的施工 继续在教会里面 继续在推展神国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基督在教堂的色列尺寸 就是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尺寸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明确的重要是我们 这是上帝色列 所以当我们尊重教会的 一个职份的时候 我们就尊重上帝 当我们不尊重这个职份的时候 我们就不尊重上帝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现在各位 我们不想要在这里说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所以说你们要尊重我 我是牧师的 不是 不管谁是牧师 我们就要尊重那位传道 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 上帝设立了 有教师 所以在教里面做老师 做教师也是很神圣的任务 很神圣的任务 我们也不能随便做老师 我们也不能随便做故事 我们也不能随便去做传道 这都是有上帝的托福 也要向上帝负责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认识 跟尊重 教会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的建立 所以职份是上帝 指基督在教会设立 我们一定要认识 然后要尊重 第三方面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职份的背后顺上的恩赐 因为要达成这个任务 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 需要有一些的 什么装备 要有一些所谓的 gift 因为说是gift 我们发作恩赐 他如果说要有些能力 要上帝给特别的一些的装备 让他能够承担 能够深远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这意思 那这点其实我们就会告诉我们 是 按着他的意思 分给我们所谓的恩赐 这里有三点经文 我就请大家看头影片 来一起念好不好 我们各人往恩 都是照基督所养给个人的恩赐 这是以佛所书吗 然后第二点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律行 随起义分给个人的恩赐 第十二章 好 下面第三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不是作成百般恩赐的好感 这比较前书讲 所以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 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 到某个人的时候 神就把一些恩赐给我们 把一些特别的 原来没有的 圣灵会给我们的 当然给我们的目的 圣经有更多地方告诉我们 不是要我们自己 显著我们自己有什么了解 绝对不是 圣灵给我们恩赐的目的 一定是要服侍教会 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来了解这个恩赐的上帝的 给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身体能够发挥作用 这个手能够运作 那个手能够很巧妙 有的人手很巧 但有的人手也不太巧 对不对 还是有点分别的 这个手的恩赐 还是有点分别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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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帝跟我们的恩赐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对不对 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教会是一个大的一个身体 每个体会里面 都有一个一个肢体 我们在那边做领受的 恩赐也不太一样 有人多 有人少 但是一定 上帝 让我们活在世上 摆到教会里面 上帝一定有祂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 他这个明确告诉我们 神是有恩赐 那我们恩赐的目的 要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常常发现 从生意这个 这些人都讲到身体了 你发现 身体无痛 从生意看着很重的 道理 就彼此服侍的道理 你想想看你的手 就不特别了 你看你的手 从早到早 做许多事 对不对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要手在做 对不对 但你想你的手 手 所做的事 你一天做出什么 有多少事情是他自己做的 你的手 每天从早到晚 有多少手做的事情 是为手自己做的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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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瓶啊 有没有 有 洗手啊 对 剪止一下 对不对 手要是不能破了 绑个交代 手 手 他要不然手服侍手 但你发现没有 在你的手的一天的工作里面 有大部分大部分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为其他部门的 要是你发现 有一天 你的手指示洗手 只顾自己 你想怎么办 你的手要不说 我 我自己太烦了 我自己可不可以做好 我只顾我的手 那你想你今天怎么样 你今天怎么办 你今天怎么办 你今天门都不要戳了 你门都不要戳了 对不对 你想发现没有 发现你的手啊 其实从早到晚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十 一步都被别人做 像我刚刚的动作 对不对 抓头 梳头 洗衣领 刷牙 所有的事情 穿衣服 穿鞋子 你的手 一天 从早到晚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他说为什么 为其他的肢体而做 你发现没有 真的啊 其实 不要说手啊 你的嘴巴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 你的嘴巴 都是为自己 还是嘴巴在怎么样 在服侍别人自己 你的嘴巴要是只服侍嘴巴的话 那你也惨 是不是 要是我的耳朵 只服侍耳朵 那我也惨 我的眼睛要只服侍我的眼睛 自己 那也惨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身上的肢体是彼此服侍 而且大步大步的时候 是服侍其他的肢体 而不是服侍自己 人 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 给我们这个启示 很重要 第二方面 我们来讲就是 信徒是各自做肢体 让我们再讲到 信徒的肢体本身的各样功能 我们发现读行 指体各喔各ом相 val 我 weak 是声子里面 你的学生 知识 这是许多次 假如全身是尔 从哪里闻味呢 听声音 如果全身是尔 从哪里闻味呢 你的身上的肢体 一定是多 一定是不一樣的 要是你的身體上去 都同一個字體 那就差 雖然你說手很好 但是全是手就麻煩了 對不對 眼睛好不好 眼睛好 但全是眼 也麻煩了 嘴巴好不好 嘴巴好不好 那全是嘴巴 那也好 對不對 那也好 好是好 但是一定是不同 各種不同的功能 才能夠運作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配搭 這個身體 上帝師父母的身體 就跟我們很重要的支持 教會也是這樣 你不要覺得別人跟你不一樣 就好像你跟他衝突 或者你跟他就覺得 哎呀 我們有運力了 哎呀 千萬不要這麼想 神把不同的靈魂帶到我們教會來 你要看到就是上帝 預備了不同的字體 要發揮什麼 不同的功能 因為底下就是告訴我們 肢體雖多並有作用 肢體多 肢體不同的目的 是要有各有不同的作用 要彼此配搭 所以這個經文怎麼說 來呀 經文說 如今肢體是多的 身子卻是一個 對不對 臉部對手說 我用不著你 頭也會對腳說 我用不著你 肢體雖多 各有作用 必定是有作用 許多時候我會發現 以為我們這個沒有作用 後來你寫到說 後來你寫到說 原來是有作用的 我們的手真是很奇妙 對不對 你說這個五的手是手指頭 算不算 真的很奇妙 每一個都不能夠缺 掃一個的話 你想想看 我不可以想像 我掃了一指頭 有一次我這個小指頭 出了一下狀況不能用 我感覺這個手的不對 這個手的不對 是不是啊 我感覺你也是一樣 要這個腳 是不是腳 這個腳指頭 有一個狀況 稍微出了點毛病 哎呀 你就覺得這什麼 不舒服 不然腳不舒服 你前面都不舒服 所以這個肢體雖多 雖然身體的肢體很小 很渺小 但都有作用 這個上一個聖經要告訴我們 肢體雖然弱 也不要想看 這算不算 我在這裡 螢幕上 我這裡 有一個故事 我會講這個故事 我不知道你們見過這個人 叫做 Nick Voyager 這個名字很特地 Voyager 這個名字正念 Nick Voyager 這個人生在澳洲 今年28歲 這個人生下來就沒有四隻 沒有四隻啊 手腳 都沒有 只是一個躯蓋 最底下貼了兩片腳板 腳還有 有兩個腳板 貼在他的肢體下面 這兩個腳板呢 也只有左腳腳板 有兩個指 有兩個腳指頭 這個腳板 只有平的 沒有腳指頭 這麼一個人生下來 小時候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生下來爸爸嚇了一跳 不但嚇了一跳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很奇蹟的 而且重點殘障的這個孩子 生下來這樣很大的震灰 那麼我想說他自己 他自己擔任都懂事 慢慢長了一跳 爸媽媽 這個父親 這個孩子的父親復師 他在澳洲的那個傳道 將來發生這個事情 他在那裡很大的 衝動衝動 他爸媽媽媽 經過很長的時間 總算接納他的時候 我們要好好愛這個孩子 生命是神聖的 上帝中的這個孩子 一定是他不明白 重一度慘障的孩子 只能照他來想他有什麼用力 所以他們把這個孩子拘疑量大